HELLO 大家好 我是Cynthia 今天這支影片呢 是我想拍非常非常久的一個updated room tour 那可能大家都知道我再過幾天就要搬家了 所以我現在一眼望去看到所有的擺飾 所有的家具 再過幾天就會全部被裝到箱子裡 然後運到我下一個家 我前幾天回去看了我前一支的room tour 然後我就想說天啊 我那個時候的房間真的是有夠空的 就認真只有一張床啊 根據基本的配備這樣子 那我現在搬進來大概一年半了 然後在過去的半年裡面呢 我開始做了很多不同的 我買了很多東西 大家都知道吧 我買了超級多東西 來裝飾這個 裝飾那個 然後也添購了很多不同的家具啊 盆栽啊 什麼的 總而言之呢 就是今天想在打包之前 來帶大家看一下我現在這個小小的天地 那首先門進來之後 這邊就有一個可以拉開的櫃子 那裡面呢 我主要就是把一些紙箱啊 紙盒 還有比較不常穿到的鞋子 那如果大家把視線移到這邊 這邊就是我平常比較常穿以及 對 就是比較常穿的鞋子們 那像這個鞋架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搖搖欲墜的部分 沒錯 是我在家旁邊的一個算百貨吧 就雜貨店裡面買的一個很便宜的木頭鞋架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好像才五六十塊港幣吧 然後俗話說一分錢一分貨 所以我就原諒它這樣子 感覺快要跌倒的感覺 但是用了幾個月我覺得它 它還是有進到它的 人生的意義 對 然後我這邊就有消毒紙巾跟消毒水 所以每天回家之後 我鞋子脫下來就會這樣 噴噴噴噴噴噴 畢竟 我們在外面細菌很多嘛 所以回來就一定要好好的消毒一下 這邊我黏了一個可拆式的掛頭 然後掛了這個有點波西尼亞風格的小百事 對 我覺得它 如果從我現在這個方向這樣拍片的時候 然後照過來 就遠遠的就會有一種 很有異國風情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它蠻可愛的 這個是我的資源回收袋 所以我如果 例如說有紙盒啊 或是有喝完的鋁箔包 或是寶特瓶 玻璃罐什麼的 我就會先收集在這邊 等它滿了之後 我就會把它拿到垃圾房裡面去資源回收 好的 接下來呢 就是到我們的廚房了 那這一塊呢 其實大家看到這種箱在牆上的 就是大樓它本身就已經附送的配備 所以包含像微波爐烤箱跟這個冰箱都是 那裡面其實就是一個很基本的冰箱 除了我必須要說這個冰箱有一個非常大的缺點 就是它的冷凍庫非常之小 大家有看到嗎 就是 只有這麼高而已喔 所以如果你是那種很常吃冷凍食物或是冰淇淋的人的話 這個冷凍庫絕對是不夠你用的 那這個是微波爐煎烤箱 我通常只有拿它來烤吐司或是微波加熱食物這樣子 好 那我就一起把櫃子夾完好了 那這邊呢 就是我們的開放式廚房的廚櫃區 那總共這邊的廚物大致上分為兩塊 一個是這個比較大的 一個是這個小的 這個裡面我就是裝咖啡豆啊 湯包 然後泡麵等等 就是比較乾糧類的東西 你知道這也代表什麼呢 這是我的小野區 然後這個比較大的櫥櫃呢 裡面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不同的分類 那現在是一個非常雜亂的狀態 這一個我是拿來放平常比較不常用到的杯子啊 馬克杯 然後上面呢 就是一些餅乾 茶包 然後果醬 花生醬等等的東西 那這一台呢 是我的古蹟品區 包含像是這種膳食纖維可以幫助腸胃蠕動的 還有我的過敏藥 一些維他命啊 然後胃藥啊等等 所以 對 以上大概就是這個櫥櫃裡面的東西 在這個區域就是大家平常在VLOG裡面很常見的 我的小廚房 那水槽這邊現在有一些東西還沒有洗 我們就先跳過 不過我覺得很值得提的是這個板子啊 如果我把這個這個叫什麼 水龍頭給壓下去的話 它是可以這樣翻下來 就變成一個像這樣子的平板 然後可以拿來多一個空間可以用砧板切菜啊 什麼什麼的 這邊呢 就是我平常使用的刀啊 然後餐具等等 大家有沒有發現我非常喜歡木頭色的東西 所以我很多的餐具 應該說大部分的餐具其實都有點 木頭的元素在裡面 再來這一區呢 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歡的一區 因為呢 我在這邊有一點小小的巧思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一個黑色的標籤 其實是我自己用標籤機 把它印出來的 所以像這個是 Chili 然後這個是 Sugar 這個是 Paprika 然後這個是 Olive Oil 不覺得很可愛嗎 就整個這樣子擺起來 我個人覺得 每次看到心情就會很好 然後廚房的大概是最後一區呢 就是這個大家已經看過無數次的 我的咖啡機 磨豆機 然後熱水瓶還有果汁機 所以我這邊就不會再贅述什麼 但是我想給你們看一個我自己很驕傲的發明 就是有沒有看到這個綠色的植物後面 有一排的延長線 那我這個後面是用3M把它碾上去 所以之後可以直接拆掉也不會留下痕跡 因為我這邊的插頭其實不是很多 所以我就想了一個辦法 讓這邊所有的電器都可以接得到電源 但是還是要提醒大家 因為延長線還是盡量不要插太多的插頭啦 所以如果沒有要用的話 建議大家還是可以先拔掉 另外下面這邊也快速的帶過一下好了 這邊打開就是有垃圾桶 然後裡面裝一些清潔的用品 然後這一格打開就是我的洗衣機跟烘衣機 那這個也是我那時候非常開心可以有的 就是一個酒櫃 那裡面我記得好像可以放5支酒的樣子吧 因為我現在的公寓是一個開放式的空間 所以它本身其實空間沒有大到 可以放很多像桌子椅子的東西 所以這個的設計本身就是 它是可以收納式的桌子 那如果...我現在就不收了 打開裡面就是會有一些額外的收納 那我通常都是拿來裝這些鍋碗瓢盆啊 什麼什麼的 所以它就是有點像是躲在下面 眼不見為盡的一個收納啦 以上就是我這個公寓的開放式廚房 再來呢就來介紹我自己非常喜歡的 這面鏡子是我在Carousel 就是香港一個二手拍賣網站上面找到的 它本來主人是一間服飾店 然後他們又要搬家所以才需要出清這樣子 你看這個淺色的木紋 然後它又夠寬又夠長 所以你整個擺起來就會感覺 房間變得比較大 然後明天早上出門 也可以先看一下自己的outfit怎麼樣 然後再出門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棒 然後我們就把目光擺到這個 本房間最美麗的區域 將將... 這個也算是我常用的東西吧 後面擺了一些我之前買的書 然後前面有我自己最喜歡的 JOMALONE香味之一 就是這個PIONI的香氛 旁邊呢我也去買了一個 像長春藤嗎還是什麼的 讓它這樣子自然的垂掉下來 所以整個看起來就會有一種 我不知道 有一種唇意盎然的感覺 就不會這麼的單調啦 然後這一個是我的回憶牆 這個是Mira 然後這個是Crown 然後這個不是 這個是我之前在台灣工作的主管跟同事 然後Julia 這個是娃娃 然後一眼跟朋友們 Boris Agnes 其他我也用一些像明信片啊 什麼的裝飾 像這個是LALALAND的明信片 你看有多可愛 然後這個呢我想特別提一下 因為送我這個的人呢 在我剛剛開始拍YouTube 沒有多久了 對自己很沒有信心 很想要放棄的時候 就是給我很多鼓勵 然後就跟我說你一定要繼續拍啊 你一定會找到自己的風格啊 什麼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那個時候 就是這個朋友跟我講的話 就是給我很多鼓勵啦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看到這個影片 但是如果 菲菲你有看到的話 我其實打從心底是很謝謝你的 接下來是這個架子 那這個架子是我在HKTV Mall買的 我也是買到非常的滿意 真的是推推 我會把這個櫃子的連結放在下面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還蠻推薦大家可以買的 最上面這邊是我的Marshall音響 那這個也是 也是我自己覺得這個 Apartment裡面最值得的投資之一 那下面這兩層呢 就是我的置物儲物空間 這個是IKEA的 然後這兩個是MUJI的 那如果你轉過來呢 這邊就是我的衣櫃 那我的衣櫃現在非常的混亂 我就大概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前陣子我已經有做了一些closet clean out 所以已經有捐掉了一些衣服 那我另外有買了一個像這樣子的分隔層 然後我大概每隔幾個月 我就會整理一次 但是他大概過一個禮拜 就會變成像這樣子 就是 你還沒了嗎 不知道 好 趕快把它關起來 起來是太亂了 哎呀哎呀哎呀 再來我們來說說這個 也是很多人在問我的衣帽價 那其實我買了之後 是有一點點小小後悔的 那不是說他真的有多不好用 或是什麼的 而是因為我現在 這是一個開放式的空間嘛 那他的體積其實是比較大的 然後是真的 就也是開放式很透明的設計 所以如果我這邊東西 一積起來的話 他很容易看起來 房間會感覺很雜亂 你知道嗎 所以 對 如果要我再選一次的話 我應該不會選這一款 但如果你家裡的空間 是比較大的話 我覺得他整個置物空間跟設計 其實是可以很有設計感的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 非常的 粗糙的黏法 沒錯 這個架子本身其實是這個 墨綠顏色的 但是因為我太喜歡木頭色了 所以我前陣子就 啊 就是突然一個念頭 我就去買了那種木頭色的膠帶 然後就把整個就是 纏了一圈這樣子 但是因為手法實在是太粗糙了 你可以很明顯的看到這種 年來年去的痕跡 所以我們還是遠遠的看就好了 不要太靠近 再來跟大家介紹我的床頭櫃 我也是用木頭膠帶把他的桌面也黏成木頭色的 我這個在好像是Log on吧 買的一個床頭燈 另外他這裡是可以無線充電的 所以有時候我也會把手機放在這邊充電 那這兩個呢我也想要特別的說一下 因為我常常需要在家裡拍影片嘛 可是我本來家裡的燈是那種一顆的燈泡 然後很黃又很暗 所以呢我就自己就花錢去裝了兩顆LED燈 所以你看你這邊就可以調整它的色溫 有沒有看到 大家有看到嗎 藍色 喔 然後如果你要調整亮度的話也是可以 有嗎有嗎有感覺嗎 這也是我覺得非常好的一個投資 然後我的床也是在IKEA買的 是一個雙人床 後面呢有我的一些抱枕 像這個超大的抱枕 平常呢 我有時候就會這樣抱著它 然後就是發呆這樣 非常的軟 非常的Squishy 那上面這個我支持婚姻平權的布條 其實之前也有很多人問我 那我是在台灣的Pinkoi上面找到的 那這個其實連結我也一直有放在影片下面的資訊欄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另外這個也是大家看過非常非常多便的 我們家的小綠 它到現在呢還沒有被我養死 我覺得你真的是非常的生命力旺盛啊 然後旁邊是一個很無聊的廚師機 在香港應該大家家裡都需要有一台廚師機 因為真的太濕了 那我們現在最後要踏入熊大的Jungle 進入我們的浴室區 這個就是我的浴室 首先呢這個就是我平常化妝的鏡子 那這個東西你這樣子壓一下打開 裡面也是有很多的置物空間 除了上面有置物空間之外 下面這邊其實也是 我是拿來放一些生活用品啊 還有護膚品 累積下來其實也不少 那轉過來呢 這個是我自己另外裝上的一個木頭 也是掛鉤的東西 我在這裡掛了一條擦手的毛巾 那這個小小的窗台我就拿來放我平常 化妝常用的刷子啊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的吸塵器跟掃把也都是擺在這裡 最後的最後 這是我的淋浴間 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歡我這個淋浴間 這個水中可以有從這裡跑出來 這裡跑出來或是從上面跑出來 所以它可能會從很多地方跑出來 因為你知道我們不會只有一個沐浴乳 也不會只有一個洗髮乳 所以我之前呢就是常常擺在這邊就不夠放 然後我就覺得很麻煩 所以我乾脆自己去買了一個這種也是很便宜的角落架 那就把常用的東西放在上面 我自己覺得我的浴室現在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最後最後呢應該就剩下我現在做的這個Muji的Beam Bag 還沒有跟大家講了 那這個呢也是我買的家具裡面 我非常非常滿意 非常非常喜歡的一個 因為它真的太舒服 太符合人體工學了 以上呢大概就是我現在家裡的擺設 相信有一些觀眾可能是 可能真的從很久以前開始追蹤我 就會從我開始搬進這個家裡面開始 看我經過了很多的事情什麼的 雖然有一點捨不得要離開這個住了一年多的地方 但是我也很期待可以開始佈置我的新家 對 但是我要先度過打包跟搬家跟 所有一切很煩的事情先 那今天影片就大概到這裡 那我們就新家見吧 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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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